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东陵党总是一副不变的腔调没钱 事情发展到后来 东陵党又添加了一些说辞 你有那么多私放钱那套 是不是应该拿出一部分用以赈灾和发想呢 最初崇祯皇帝一再说自己没钱 后来官僚就是要崇祯皇帝拿私放钱 崇祯皇帝干脆一言不发 官僚集团一看皇帝无话可说 那就好像掌握了核武器一样 只要崇祯皇帝敢用经济问题责难他们 他们就要求皇帝拿私放钱 崇祯皇帝每次都被他们对得哑口无言 这样闹的次数多了 人们在说起大明帝国的财政危机时 自然会把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崇祯皇帝 一毛不拔活该亡国 这就给人一种错觉 似乎只要崇祯皇帝愿意拿私放钱 就可以解决大明帝国的一切问题 可事实显然不会这样简单 崇祯皇帝有没有私放钱 肯定有 可那些官僚 大太监 各路士绅 大地主和大商人 谁没钱呢 大明帝国不只是诸家的 也是他们的 如果把道理摆在台面上讲 你既然认为大明帝国只是诸家的 那么崇祯皇帝是不是想从谁家掏钱 谁就必须无条件把钱奉上呢 因为这是诸家的国呀 只要懂点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 著名皇室和上述各大利益集团 都是那片土地上的主人 只不过权力分大小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 崇祯皇帝舍不得拿私放钱 和各大利益集团舍不得从家里拿钱 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需要付出的时候 大家都说皇帝是帝国的皇帝 涉及利益的时候 大家都说皇帝该尊重我们的利益 如果这都不是双标 那什么才是呢 如果反贼或满清晋晋 著名皇室固然是难逃一死 各大利益集团也免不了被重新洗牌的命运 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无论是东陵党还是其他官僚 都没人敢提出和中共纪的口号 换言之 如果没钱就别做事 反正我们没钱捐给国家 后来 有个不怕死的人提议 应该号召富户出钱 帮助朝廷渡过难关 可这种言论 受到了东陵党一系的猛烈攻击 代表人物是前师生 无和 武生里尽请阔江南附护 报名书冠 航守时机没知法 师生恶之 你只下行不提问 地不许 同关温体人遂改亲你 师生曰 此乱本也 当已去就争之 明史卷251页传第139 看看前师生的说法 这是乱本 要是不把这种威严耸听的人下语审讯 整个大明帝国就会在顷刻间大乱 说别人威严耸听 其实前师生自己就在威严耸听 但由于前师生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崇祯皇帝一时间不敢表态 面对张牙舞爪的东陵党 首府温体人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武生里尽的说法虽然是歪理邪说 但陛下应该向万历皇帝学习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初东陵党在野之时经常骂了这个骂那个 但万历皇帝都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严者无罪 现在李静不过是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也应该保持民主作风 严者无罪 这话是直接往东陵党的新窝里面捅刀子 你们当初想说啥说啥 现在别人说句话 你们就要打击报复 难有这个道理 这叫以彼之道还是彼身 不得不说 人不要脸到一定程度 那真是可以天下无敌的 前世生等东陵党一听到温体人这种言论 当场就急得破口大骂 我们东陵党为国为民 李静这种小人物 有什么资格与我东陵党朱贤相提并论 温体人是奸臣 请陛下连他一起惩罚 崇祯皇帝看到这种局面 心里也不高兴了 全天下就你们东陵党是忠臣 其他人都是奸臣 如果这都不是党争 如果这都不是排除异己 什么才是呢 心中有数的崇祯皇帝打定主义 不管你东陵党怎么说 我就是不处罚李静 更不会处罚温体人 前世生一看崇祯皇帝如此偏心 当时就以辞官为威胁 要是不处罚李静温体人 我就立刻辞官 崇祯皇帝一听 你辞官巴不得呢 赶快滚 就这样 前世生不但没能干掉李静 更没能迫使崇祯皇帝处罚温体人 自己反而把官给丢了 帝报曰 急于孤明 前书已足置之 无庸极己 前书未似真也 世生皇具 引罪其修 帝己许之 明史卷251 列传第139 受相关史书 影响较深的后世读者 漠不咬牙切齿地痛骂 崇祯皇帝和温体人 李静分量太轻不配挨骂 仿佛是这对昏君奸臣连起手来迫害忠臣 这大名怎能不枉 在我看来 人们总是习惯于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涉及自己的利益 那是什么大道理都敢说 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 马上又是另一副丑陋嘴脸 大家都说 崇祯皇帝护士的样子令人作呕 可如果看看官僚集团护士的样子 难道就很好看 皇帝的收入好歹是合法收入 官僚集团的收入呢 谁敢拍着胸扑保证 官僚集团的收入是合法收入 崇祯皇帝不愿意掏出私放钱 这种做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崇祯皇帝不愿意掏私放钱 那就是明显的甩锅行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 崇祯皇帝到底有多少私放钱 据说 大明帝国灭亡之后 李自成从皇宫内搜出3700万两白银 也有说法是3700万钉白银 但在我看来 这个数字的可信度非常低 不管是3700万两白银 还是3700万钉白银 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管理这样一大批白银 绝不是一个门房老头就足以胜任的 而是需要一个专业的财务管理机构 换言之 如果崇祯皇帝真有这么多私放钱 肯定不是他想藏就能藏住的 可在大明未灭之时 我们根本不知道 崇祯皇帝有多少私放钱 或许有人会说财务问题十分敏感 大家不知道也正常 可问题是在帝国时代 皇帝的私放钱和国库的钱是有区分的 政府在制定皇帝年收入的时候 肯定也会有预算 只要有为皇帝做预算的权利 自然可以推测出皇帝的私放钱大致有多少 在有官员做预算的前提下 怎么可能任由皇帝的私放钱无限制增长 以至于拥有3700万这样的天文数字呢 也许有人会问皇帝缺钱的时候 会不会从国库里拿钱呢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 如果皇帝从国库拿钱 那么官僚就可以把这件事拿到台面上来说 皇帝从国库中拿走了一大笔钱 导致我们的工作无法展开 一旦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崇祯皇帝就被动了 万历年间发生了三大殿失火的事 万历皇帝想重建三大殿都必须自己想办法筹钱 却不能随便从国库提前 后来万历皇帝通过张居正改革 一条编法 想方说法狠拗了一笔 却被各路好汉一致声讨 不得不在张居正去世之后 立刻废除了这项制度 万历皇帝通过矿税捞了多少钱 也就是500多万两 可相关官僚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认为矿税仪式对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也有五六千万两 或者五六一两 你怎么跟他讲理是你先伸手的不占理 从理论上讲 皇帝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 可从实际上讲 利益博弈是由无数人参与的 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 崇祯皇帝对自己的期望很高 他希望自己能够挽救大明 我们可以说崇祯皇帝做得不好 但不能说崇祯皇帝的自律性差 有名一朝 自律性最强的皇帝 大概就是朱元璋和崇祯皇帝了 既然崇祯皇帝足够自律 那他就不可能拗过戒 他的私放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 所以数量一定不会很多 如果说把皇宫内的各种珍宝加在一起 折算出价值约等于 3700万两白银 或3700万钉白银 或许还有些可信度 但要说仅白银就有那么多 那未免也太离奇了 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皇宫有许多珍宝 为什么不拿一些出来变卖呢 获得的钱也可以补贴国家呀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但就算崇祯皇帝愿意 这个方案也不具备可知行性 一个庞大的帝国 皇帝居然被逼着出售珍宝 才能解决危机 当时的舆论肯定会炸锅 把皇帝逼到这个份上 官僚集团也太过分了吧 从官僚集团的角度来看 你 皇帝明明有钱 却用这种方式半可怜 让我们陷入舆论的声讨之中 这么做有点过分了吧 就算不考虑舆论问题 那么现在皇帝带头出售珍宝换钱 用以解决帝国危机 你们这些官僚 是不是应该像伟大的皇帝陛下学习呢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 官僚集团根本就不想弄明白 皇帝到底有多少钱 他们只是希望用这种方式 在皇帝要钱的时候堵住皇帝的嘴 当时的大明帝国 并不是依靠几百万两 或几千万两就能解决问题 所有既得利益集团对此都心知肚明 但他们就是无动于衷 能拖一天算一天 大明就在日复一日的拖延中 迎来了他的末日 明镜需要回答案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 puzzle